好,又回到我們繼續說少年針,剛才我們說了很多出版界,我們現在繼續出不出版? 我們說出版界的悲劇吧! 少年針,我都悲劇的,繼續說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幸運還是不幸運,我是見證著少年針是勝敵而衰的那兩年 剛才我已經說過,因為我以前是跟一流白書的 我打算明年2012年,我會擺放兩三圍為一個慶祝我入行二十周年 我九二年入行,我是當自由人編輯 然後到九四、九五年,到九六年之間波瀾撞闊 其實早已完結的就是City Hunter 之後到我跟一流白書開始暴走 即是鮮水編完結之後開始,咦? 這個冥界三分天下編,咦?什麼事? 三頁完結! 咦?什麼事? 兩頁完結應該是 然後突然搞到,這個真是靈異偵探 搞到男主角要扮女人進去查案 他首創這個偽良風氣,救命 然後那邊同期,Slam down又完 嘩!什麼事? 龍珠最後都完完 沒錯,這個龍珠2Z已經是火滾了 他當時不想畫的,是呀! 阿澤、阿澤、阿澤都在逼他畫的 因為鳥三明畫龍珠 他多次提及他自己,對龍珠2Z是沒有什麼外的 他也是那一句,Sense你自己賺夠而已 旁邊做遊戲那個還沒賺夠 那個做商品那個還沒賺夠 當然,其實這個很諷刺 我當時說龍珠,其實龍珠大家最喜歡就是龍珠2Z 做讀者很多的人,因為喜歡戰鬥 但其實作者就是龍珠2Z 他是最不喜歡龍珠2Z 因為他覺得龍珠2Z太公式化 即是不斷戰鬥 他都很公式化 那是武林大會 兩邊人要雙數角色 你欠這個角色,怎麼辦? 他怎麼搞啊? 他怎麼搞啊? 殺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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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出場才行 不是呀! 搞笑角色而已! 他後來已經是為了服裝遊戲 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他們的能量探測儀器 有一期是故意要轉新款 故意要很高調說我們轉了新款 裝紙做了一個 為什麼? 因為之前他做的那個 他設計不到避洗耳朵在上面 所以後來廖山明老師就說 喂大哥 我是一個漫畫家 為什麼要我 我是一個產品designer 對呀! 為什麼要為了這個造精品 為了這個造遊戲 要我改劇情 即是甚至是連他編輯自主權 變成是一個原作上的遷就 他周邊發展出來的東西 是啊 那時候這個是成功的 為什麼呢? 你看業績 看回響的方面 配合了不同的媒體的發展 這是習英社過去這二十年來 最成功的 變成他對個別當紅的作者 不斷加重負擔 所以其實我看到《納獨陀》這樣的劇情 我是完全明白的 為什麼呢? 你不斷要保持有動畫照 甚至乎現在有什麼東西 出了一張張碟 有這個廣播劇給人聽 另外還要養活了幾間唱片公司的 新人的出道作 都是靠你拿到陀的動畫 對 所以變成這個時候 這麼大的產業鏈 你不是一個 我以前就說 我是一個漫畫家 我閉門造居 可能加兩三個助理 對不起 你背後有一個龐大的經濟效應 所以變成90年代 其實我懷疑 我經常都覺得 沒有可能短時間幾個重要的作品一起完 其實這個《渡火線》是什麼呢? 我想《渡火線》一定是C.Hunter先完 然後複姦又開始說自己有這個 複姦是騙亂的 看人家走就走壞 複姦就等於現在的《泛民》裡面的《平苑》 他要證明我自己在哪裡 我就取了無奈直子 這個真的震撼成日本話談 然後小學館的臉都啞了 然後人家立刻做了賢妻娘母相夫教子 沒有再有美少女展示出場 沒來直至半退休了 對 所以變成了 方老公畫合理人 所以我這樣做 這也是江湖傳聞 這只是傳聞 而這個《泛民》 《井上鴻燕》為什麼要完這個Slam燈呢? 其實他就是 那時已經醞釀 他開始想畫浪夏恒 即是想畫一些歷史題材有關的東西 但那邊有人說 你別瘋了 你還是畫藍球 然後他說 蛤?畫藍球? 我沒有興趣畫的了 不如這樣吧 你用科幻方法去畫吧 死了 你不如試試用那個《泛民》去畫吧 更死 即是 例如《The Real》 所以變成後來你發覺 現在 鄭尚老師在《港談社》那邊 去連載這個浪夏恒 我覺得他很開心 說《港談社》 比作者自由度相當大 尤其是 尤其是你這麼高調 由《習英社》 過底他那一面 更對你才知八順 有契約金給你 不然對不起自己 但剛才提到契約金這個問題 雖然《習英社》去到那些受歡迎的一本書 銷量這麼高 但他們每一個作者 連載的那個稿費是很欣賞的 有買金也有些數據在描述的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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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錢買了 1萬2至1萬5日圓 一頁 但是平均的 可知你是大手 是 也都是 那些全部都是一樣的,但是呢,他們的助理,他們的地方,工作室那些,其實是集英社會有資助的, 他變成一個編輯,好像看爆慢的個案是真的,他會幫你密識一班有經驗的助理,就是找助理組長幫你看著, 還有他們真的會跟你一起去取材,突然你想畫紅酒,你真的... 他會帶你去旅行,他會押戒著你,怕你突然出外國暴走,平原就是在附近,大家在猜中誰打誰, 而且他本身現在可以用網絡去收稿,在我入行的年代,還要有一個編輯,要親身去到工作室那裏,去監督, 原稿?是的,即是拿一盒原稿,即是人家沒畫完,要搶他那份故事? 不是,其實他們集英社都是很認真的,其實小學館都是這樣的,你就算強到你是一線的漫畫家,對不起, 先看你畫了這個原稿先,一定要看原稿的,因為有渣男, 先出了原稿,然後用兩至三日畫好整個故事,這樣落了密的稿,上網那些,這是正常的, 但是,就算現在他們可以用網絡去上網,他們都不會要求你用網絡去交稿, 都想拿回你的原稿,所以才出現了雷巨成這個不見原稿事件的意思, 雷巨成那件事,是的,有些學生問我,現在可以用網絡去交稿, 你給FTP 連結,他們自己叫助理,scan了,找個漂亮的scanner,在工作室那裡scan, 然後就可以… 有些人差,你這樣做scan,畫真的會跌, 不止,其實,在這個位置我要幫香港的漫畫,要抱個不平,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去投訴香港的漫畫,不好看, 但是,如果大家有機會,我是希望,我其實開了名字, 玉皇潮和天下兩間公司的助理,其實,是手畫好厲害, 他們的鋼筆畫,是厲害到沒有朋友, 但是,最慘就是,去到分析,就是找一些,我可以這樣說, 他們未去達到這個業界水平的分析,就是scan出來的效果, 令到很多線斷了,甚至乎,顏色調整得不太好, 我想,用一個簡單的,就是… 簡單一點,那是不足問題, 即是,你去到很漂亮的打網那些, 你用家用,甚至乎一些適等的scan出來, 這些情況是死掉的, 以前我們怎樣做呢,我入行的時候,還在牛油籽年代, 因為,逐針逐針進去,是一張畫面, 蓋住之下去印,那些是最漂亮的, 即是一張畫面,專門是文字的,對白那裏, 一張畫面就是它最底的東西, 另一張畫面就是網底, 即是幾張東西合一張紙, 手工時間是複合最複雜的, 所以,在數碼化年代之下,反而令到很多畫質素, 你見到,output 經常差了, 所以,為甚麼呢,就算現在很多編輯, 都還要去收原稿,尤其是日本那些, 因為壓縮集聯了, 原稿的出版是比較方便的, 好像就說,烏魯派出所, 因為當時作者做了幾期, 原稿是沒有了, 所以現在是沒有開拍版的, 是啊,這個其實, 不是做不回的, 你拿一本很小的單行本, 慢慢再用科技, 其實他們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找過他的粉絲追隨了很多年的讀者, 臨無他的風格來畫出來的, 這是你先講別論, 所以你發覺,城管集英社, 你講到歸魯派出所以外, 你很難找到資格很老, 或者資深一點的漫畫家, 其實全部都是新人輩出的, 那個是小田健, 不過他又不是作劇畫的, 小田健的真實名字, 大家應該都已經是呼之欲出的, 小田健這個筆名, 不要爆了, 那些走不了運的超人, OK, 不是, 那個是原作, 小田健是畫的那個, 所以問題就是, 其實成本少年裝, 我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去接觸這本書, 那時候我們真的成本成本去買來看, 不像現在部分的朋友都是在網上用自主模式, 是二手閱讀了, 人家已經翻譯了, 其實我們要看小田健這本書成功另一個元素, 就是他們各別的專欄, 雖然我們是用讀者的投票來排, 每一個漫畫的先後次序, 但其實他有很多採業, 其實他突然間出現在沒有故事的前或後, 部分當然是宣傳, 好像說這個已經動畫化了, 阿聯儀化了, 然後另外開始有新碟出, 甚至應該有什麼相關的活動, 尤其是網球王子那期, 很多舞台劇的, 譬如近這幾年, 譬如有些動畫化, 譬如一動畫化了, 就會有Crossover, 譬如One Piece, 會有兩三版在前面採業的, 是的, One Piece和美食獵人, 這個我覺得沒有那麼話題性, 最話題性就是銀魂和Sket dance, 因為這兩本是兩絲圖的, 剛好那時, Sket dance 受動畫化, 所以銀魂和Sket dance, 都會各自有Crossover的一章, 是的, 所以這些就是看成本雜誌, 看到他的編輯的心思, 如果我們現在看網上, 看到個別的漫畫, 覺得很奇怪, 這個故事突然間出了一個範外篇, 他們不會知道, 就是在那一期發生什麼事, 還有就是, 這個集英社, 他一向最擅長的做法是什麼呢? 他是內部剛才說的競爭, 其實, 反過來, 他都很鼓勵前輩, 大後輩, 有很多剛才所說, 既然都是那個編輯, 幫一個漫畫家安排助理組長, 很多的助理組長, 很快都會參加自己是內部的新人獎, 然後出道的, 其實這個也可以讓一下, 就是開始助手制這件事出現了, 例如舉一些例子, 譬如安達聰, 安達聰, 當然他不是針的, 而他是陶宅的那些, 其實田邊伊偉郎, 即使是結界師的位, 其實是安達聰的陶宅, 譬如Sket Dance, 小元賢泰, 其實他的師傅就是銀魂的空之英秋, 其實開始這些圖制慢慢, 原來多了, 其實發覺, 我想那位原作者, 其實畫了兩三年漫畫之後, 他的助手自動會彈出幾個篇, 我再說說, 例如李吉成, 畫《摩法小金毛》的時候, 畫了兩三年, 田邊伊偉郎, 本結界師演出來了, 是啊, 你不如畫, 劍莎王國作者的助手, 然後畫了開冊王, 是否記載好像是一樣? 他只是其中一個, 也是啊, 不過比較出名的就是安西順行, 如果你說和於生魂的徒弟, 就是烈火箭那個, 是啊,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他裡面的業界的發展, 你說他是壟斷了資源, 這個是抵他壟斷的, 因為他壟斷了人才的資源, 以及人物關係的網絡, 所以這個, 你問一下, 其實講歷史, 他應該一定是強過, 他一定是一個廣談者, 但為什麼廣談者, 你發覺他這麼多年來, 其實你爆了些什麼, 大家認識到的漫畫家呢? 兩本啊, 金田一, GTO, 是啊, 但問題就是, 始終習英社的成功, 亦都是他現在曾經動搖了根本的原因, 因為他是一個藍圖, 是很廣泛, 你說他野心太大又好, 甚至乎他的視野很遠都好, 你入得習英社, 你希望在跳舞裡面再得, 對不起, 你要每日都是戰鬥, 所以為什麼那個時候文化傳訊, 他在香港代理的時候, 他用Exam這個名字, 去做一本書名, 因為Exam exactly, 就是習英社的戰鬥信念, 所以那時候每日都是考驗, 其實應該是輝陀, 不過算是用Exam的意思, 所以問題就是, 你難聽說一句, 你入得去少年Jump裡面, 有一席位, 名字都短幾年, 但你將會死得很光榮, 其實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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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感覺到, 一個入得去, 很難走出去的, 不是, 很容易走啊, 不是, 如果你想走呢, 會有反應, 很容易走的, 你連續幾期投票, 低到很低, 不是, 我的容易走不是這個, 我的容易走, 是你出到去, 很難找到, 同樣的, 虛榮, 虛榮的待遇, 我們時間不夠, 用說說車田正美的死因, 這些, 我們剛才的話題, 潘太勇, 還說完, 究竟那幾本漫畫, 倒了之後, 有沒有怎樣, 怎樣浪起, 少年生的消量, 還有, 我們要講第三節了, 對啦, 那快點再談吧, 我們要講第三節了, 對啦, 快點再談吧, 我們要講第三節了, 我們要講第三節了,